在罷韓這個事情上 你不要去搞什麼社會對立 老百姓是不喜歡的 你不要去政治惡鬥 可是我們來看到 就是說其實光是 上禮拜清皇就特別提到了 李嘉芬的這個聲稱賣掉的農舍 已經沒有人注意到了 可是就因為他去拆了罷韓的看板 說那叫違建 大家就回過頭去 看之前李嘉芬的違建結果發現 那個警衛怎麼一樣的人還在那邊 然後還在偷偷的改風水 那就有這種氛圍起來 挺韓跟罷韓這一方 我們看到他現在這個 兩邊的這個感覺是越來越高 其實挺韓這一方也快動沒條了 可是這個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這個政治惡鬥 其實國民黨的臺北市議員 李明賢說他們做了這個民調發現 這個支持罷韓的這一方 其實裡面有很多 是國民黨早之前的這個支持者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怎麼看 其實現在最恐懼的 最痛苦的不是韓國瑜 現在最恐懼最痛苦的是 剛剛當選國民黨主席 不到三個月的江啟臣 其實韓國瑜給全世界 也給台灣上了一個非常寶貴的一刻 你沒有本事的結果 下場就是從天上掉到人間 又請我們來回顧一下 韓國瑜從他七十九年當三年臺北現議員 九年的立法委員 從來不是明星人物 表現得如他所說的都在混 他怎麼突然變成天王巨星 他不是靠他自己的本事 是靠建立在別人怎麼樣 討厭民進黨 所以任何一個人如果沒有本事 沒有自己的能力的時候 靠建築在別人的幫忙之上 今天韓國瑜下場就如此 記不記得一百零七年 討厭民進黨是全民最大黨的時候 這個旋風把韓國瑜變成了韓神 短短不到一年 討厭共產黨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候 韓國瑜就冤消盈善 為什麼會有連國民黨都會來支持 所謂的韓國瑜 尤其你知道 去年一個最重要的關鍵點 原本是他一個最有利的助力 就是中國共產黨這一方面 當習近平說 九二共識 當時國民黨的所謂的一中各表 還有模糊的空間 還有一部分臺灣人願意支持 因為中華民國繼續存在 可是他一棒子把你打死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民進黨當然不支持 國民黨有一部分人就離開了 這就是今天 為什麼國民黨在這一塊 有一部分人會轉而挺支持 罷免韓國瑜的原因就是 你如果連中華民國都守不住 那你拿中華民國國旗 有什麼意義 如果當習近平講 九二共識已經沒有所謂的一中各表 就是一國兩制 就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你把那一些曾經跟著中華民國 可能有血肉相連感情 靠中華民國國旗號召去參加 無數場造勢大會的所謂的藍色選民 當然就離開你 今天當他被罷免之後 他一無所有之後 他要做什麼事情 當然搶黨主席 而且這個黨主席 不是垃圾時間 是有完整四年可以決定2022 可以決定2024 所以我說今天這一場 現在大家看到不管是罷免和反罷免 最痛苦的絕對不是韓國瑜 最痛苦的是江啟臣 最擔心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如果讓韓國瑜當選的黨主席 這個政黨平心而論 他將會成為另外一個新黨 會成為另外一個親民黨 他會有非常堅定的可謂的韓粉 可他們在社會上 我們尊重他的聲音 但是他所能夠佔的比例 以目前整個台灣的情況來講 是相當有限的 國民黨過去可以有藍色 甚至可以有一部分中間還有淺藍 但是韓國瑜所吸引的是最極端的 也是最激情的 也是最熱情的 可是他們在黨主席可以大獲全勝 可是未來當韓國瑜 在高雄市長被罷免之後 我覺得真正最痛苦的江啟 但是明年黨主席的選舉 真的讓韓國瑜當選 國民黨的夢魘才是真正無法擺脫 而且剛剛開始而已